还不是假的哭啊 一来我就过年了 你问余生哥 我最近这几天老难了 我昨天前天打PK就四分 还有一局零分的 那个大哥看不上去了 完勤我给你送一个早上明珠 啊你是不知道 那把零分 心语哥是知道的啊 那个大哥他看到我太惨了 给我送一个早上明珠 以作为补偿 你知道吧 你高兴我们也开心 是吧 是的 因为 因为大哥过来重新了我一下 然后 你知道 你们知道的 我这个人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属于那种 如果状态不好 就会在植物间里面哭的那种 你哭呀真滑着 对啊 哥什么时候有机会 就是 我倒是想收一个 我们勇敢哥送来的滑子 我还没有收过 真的 我会不会有点失败呀 我播了两个月 没有收过滑子 还是好人多 是啊 还是好人多 你们也是好人啊 你们真的 你看啊 大哥 虽然我们数成 就是从未谋面哈 我们从来都没有谋 我要下播了 我下播想想啊 想一想怎么搞 明明哥你知道吗 真的啊 我这几天一直都比较难嘛 还好大哥过来宠我一下 真的 要下播了 今天好多哥哥过来宠我了一把 我们西语哥也破费了 西语哥 谢谢你 今天好几个哥哥重新了我一把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 肯定肚子饿了 还好 今天可以多加两个鸡腿 对今天可以给自己 多加两个鸡 熊感哥是新来的大哥吧 来了有来了有三个星期了吧 差不多有三个星期了 但是他来的很少 他一个星期来一到两回 他不是天天来看我的大哥 他是偶尔一回一个星期一回 有时候一个星期两回这个样子 但是他每次来他都会耍 每次都挺支持我的 可以啊 对 所以碰巧 碰到他在的时候 可以飞两把 是新来的好哥哥 也是我们新认识的好大哥 是挺不容易的 我遇一个新大哥 你知道有多难吗 明明哥我遇一个新大哥 我感觉要花上毕生的运气 来遇一个大哥 情怀是吧 情怀真的 他是真的情怀大哥 他连我微信都没加 而且他好忙啊 他私信都不怎么看 我给他发过私信 我说加一下微信 他都没回复过我 每次来 就上分 是啊特别的好 对啊 可能给他发私信的人太多了 他也看不过来 我问过他的 他说他不怎么看私信 就是我们认识三个星期 都没有加过 加过微信 也不聊天 他没时间啊 忙 赚钱 可能大哥 大哥赚钱 赚钱比较 大哥赚钱比较辛苦 好 好哥们 那我就瞎了呀 我瞎了啊 然后那个 下播了下播了我 好不好 可以吗 家人们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要到此结束了 家人们我们要吃饭去了 那个特色哥 我下播之后 我给你拍几张照片吧 我想一想怎么拍 谢谢我们西语哥 谢谢我们德色哥 谢谢我们明明哥 余生哥 谢谢你们 挺我 谢谢大家